我一会给你看那个TikTok上头有说 岸田文雄他为什么辞职不干 当时呢我们就说 一个呢他得罪了美国 是因为他不是加息 使得美国很不高兴 然后他事实上岸田确实从他当首相 一直他的民调都很低 都很低 就是他一方面他也没有老百姓去支持他 另外一方面又把美国得罪了 所以呢他做下去 他确实有点做不下去了 当时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聊过这事 但是现在这里头呢 还有一层更主要的原因 有这么一个说法 是说北约想让他去收回北方四岛 也就是说开辟一个新的战场 跟俄罗斯再开辟一个新的战场 我们以前聊过哈 就是这个唯威救赵这件事情 我不是说过唯威救赵 你得有一个第三个国家 你不能把自己的力量又拖出去 那你的目的是为了分散你的敌人的力量 那你自己也分散了 那没意义了 对不对 你得有一个第三方进来 那当然他们明白这一点 北约的人也明白这一点 我觉得他们一直在那想找一个第三战场 是吧 那当然跑到这个俄罗斯境内去 这已经是就应该算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吧 所以第三战场的意思就是 再让他开辟一个出来 这样的话对俄罗斯肯定是比较麻烦 你自己想想哈 让日本人干这个事情 其实还是挺聪明的 因为第一 北约自己不用下场 他们才不会在乎日本的 他们是瞧不起日本的 日本自己把自己当做准白人 那是他自己想太多了 欧洲人才不会把你日本人当准白人 欧洲人连俄罗斯他都看不起 对不对 斯拉夫人他都看不起 他连爱尔兰人他都看不起 他会看得起你日本人 你真的想太多了 所以对于北约来讲挺好的 让日本人去开一个战场 把俄罗斯拖住 搞不好还把中国给拖进去 因为他就在门口了 已经到了太平洋了 那这个美国肯定也愿意 美国巴不得赶紧再来一个代理人 这个代理人就日本 日本去又跟俄罗斯打 又跟中国打 那太好了 那么岸田当然明白不能这么干了 岸田当然知道 这不是把我日本给葬送了 他当然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他辞职 有这么一个说法 我看到的是在TikTok上看到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仅仅这么一条 应该不算数 可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 他这看到的 这些TikTok说 岸田文雄辞职原因 北约逼日本收回北方四岛 与俄罗斯开战 且提供军事支持 岸田文雄心里明白 开战的代价无法估量 日本有可能灭亡 核弹对乌克兰不用 但对日本肯定用 对就是这么回事 就俄罗斯要让他在乌普兰 扔核弹 他还是有心理负担的 但是在日本扔核弹 他没什么心理负担 这个岸田文雄这点是 看的是明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信息呢 当时我一看到了 我觉得 这个他可以解释 说得过去 然后呢 就是你就要看一些 其他的信息 跟他相辅的一些 其他的信息 比如说 意大利 它的航母首次停靠日本 体现北约正在亚太 寻找存在感 可能不仅仅是寻找存在感 他欧洲那打的这么厉害 他跑到日本来干嘛 而且呢 这个是 只是众多的 他的行为当中的一个 意大利这个 我就举个例子 事实上呢 接下来是说 什么德国也要派军舰过来 倒不是航母也要派 什么英国也要派军舰过来 还有法国好像 他们要干嘛 然后韩国 就不用说了 这种事情 肯定要把韩国拉进来 就是说他们要搞军演 搞一个32个国家的大军演 你这两个信息 要加在一块看的话 是不是就觉得有点 有点一个味道 是不是 就是说岸田 他觉得这事不能这么干 所以呢 他就辞职了 他辞职了 暂时顶住了这个压力 这并不能说明 日本政府就能顶得住 这个压力 并不能说明 日本这个国家 能够顶住这个压力 如果北约也是这么想 美国觉得这主意 也不错的话 他很有可能 他是顶不住的 是不是了 那么所以现在你看 这意大利的这个 航空母舰也过来了 如果其他的 披着趴拉的这些 有的没的这些战舰 全过来的话 那 他想干嘛 对不对 你让日本 就说日本他不是一个独立的 有主权的国家 你要想清楚这一点 包括韩国 就算他自己觉得这么做 是对我国家是灭顶之灾 那这一帮的人全来了 咱们打 咱们开打 搞不好用他的名义 框极框极就开始了 都说不准 他都控制不了 我跟你讲 是不是 所以这个事情呢 我还是觉得有一定的可 就是可信度的就在这 因为他make sense 那这么做的话 就是 是确实给俄罗斯 带来一定的麻烦 当然了 俄罗斯想快点解决问题 就就扔蘑菇蛋吧 是不是啊 那日本害怕的就是这点 你要真让他就纯粹的 就打两下的 可能他还忍受了 他能忍受 问题是 你要知道日本 我说过很多次了 日本这世界上是唯一的一个国家 大家都可以去扔原子弹的地方 因为他扔过 被人家扔过 知道吗 而且扔的这国家是美国 所以你美国你说 你怎么能在日本扔原子弹呢 他这话是怎么说呀 说不出来呀 别人会说了 你也扔过呀 对不对了 你扔过 因为他去打你的珍珠港了 那我这儿 北方四岛是我的 他来打我 那我有什么好跟他商量的 我就跟你一样呗 接着扔呗 现在的原子弹 可跟那时候不一样了 是不是 那个威力就不一样了 而且没准直接就扔到 他那个东京了 日本当然很清楚这件事情 日本是太清楚这件事情 全世界我就跟你讲 这个是日本特别特别的一点 就是他被人扔过原子弹 而且扔的是美国 别人再扔没有问题 找点理由就可以扔 我跟你讲 所以呢 日本很清楚这一点 他肯定是不愿意的 岸田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岸田只能辞职了 有道理 我觉得是有道理 咱们接下去看吧 他说是32个国家 搞一个军演 但是这个军演 到底是就是纯粹的军演 还是真的是来找事的 咱们接下去往下看 而且这里头 还有一些相关的信息 就是我说这个物资缺乏的 这个问题 现在这几天呢 也在说这个问题 日本呢 是大米 大米在涨价 涨得挺厉害 20年最高 最大涨幅 那大米 这日本人是吃米的 好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挺大的一个问题 日本人呢 是缺大米 韩国人缺的是什么呢 韩国大白菜 你看这也是重要的呀 对不对 这对韩国多重要 涨到37元 人民币一颗 他们都跑到中国来 要买 知道吗 日本那个大米 是想要去买东北米 那个韩国呢 当然本来 它的那个白菜 就是从中国进口的 就很多 所以呢 它现在就是 一下子疯涨 赶紧又跑来 让咱们给它加码 就这意思 有什么事情 反正都三哥都 总是那个 跑不掉的 这个印度呢 又搞了什么 印度是缺大蒜 说这个 居然有人造假的大蒜 弄出这种 叫什么水泥大蒜 而且这个水泥大蒜 你知道是哪 哪给它制造出来的 日本给它制造出来的 那为什么会有 日本会想着去给它 造这个水泥大蒜呢 因为它的大蒜呢 现在也在涨价 那对于这个 像印度这种国家的 大蒜是很重要的 你要知道 他们的那个食品 卫生是有问题的 大蒜其实是帮助 它消毒的一种东西 而且他们也爱吃了 大蒜本来也好吃嘛 对不对 所以对它很重要 所以它大蒜现在有 也是在涨价 涨得很厉害 而且这些国家 他们的问题 不是单单涨价 问题是它现在没有 像日本那个大米 是没有 它就是缺货 还不是说你 价钱拿得出钱 就可以买到的问题 那么你把这些 都综合起来看 它如果国内的 像大米这种 这么紧缺的话 它当然说起来是说 前一阵说有要地震 所以大家抢购 肯定不是这个问题 它自己是一个地震 经常频发的一个国家 怎么会这次地震 就大家就紧张到 这种程度 全都去抢购了 这可能是一方面的原因 肯定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它的那个日元的 在贬值是有关系的 对吧 它的大米本身 不能完全的自给自足 所以它从进口的大米 肯定就在涨价 然后也有可能 别的国家可能就觉得 大家都现在都觉得 可能要打仗 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都比较紧张的 都出口可能都有一定的 某种程度上的减少 等等 它的原因可能不仅仅是 是那个大家囤积的问题 它现在没有 那个白菜呢 韩国的这个问题呢 是它自己自己作的 把造了好多的武器 去给乌克兰 然后它自己的农产品 就是农业上需要的农药 有问题 因为它都拿那些材料 去做武器去了 这是一方面 而且韩国这个国家 始终我就觉得 它的其实农业一直都 没有做的特别好 我就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工业好像还可以 有一些大公司什么的 它农业好像 你人也不多 你怎么好像就好好种地吧 反正国家太小了 就是不行 我跟你说 就国家太小 吃东西就是 比如说有点什么 风锥小动的 有点什么收成不好 水灾了什么这个那个 马上就不行 那你地方大的话 今年这有水灾 这个地方有丰收 你可以给它运过去 可以互相支持 日本韩国这些国家都太小 有点风吹草动的 一下怎么着了 台风来了这个那个 把今年刚准备收的外子 什么乱七八糟的 都给吹了 行了 就赶紧买吧 买外头的 那如果外头的说 不受影响的话呢 那你就买吧 反正这些国家 也还是有钱的去买 但是现在全世界都是 一个是在打仗 也乌克兰的那些 本来乌克兰是一个 大的粮食出口国 乌克兰的这些东西呢 也出不来了 别的国家现在也都 全世界大家都在囤积嘛 都觉得要打仗了 可不是大家都囤积 所以都存在问题 那么他自己国内 存在这个问题的话 反而使得他更容易 想要去参与这种 去跟别的国家打仗 这个意思 转移一下目标 转移一下注意力 因为他自己国内问题太大 尤其粮食这种东西 你说你米不够了 那肯定 民怨肯定很高的了 就不用很长时间 马上就大家都不乐意了 那这个时候他 没准他还觉得 出去打一仗 正经的去打一仗 没准能够帮助他 转移一些注意力 就是你把这些 所有的信息都一起看 我就觉得呢 挺让人担心 就是 所以你那个岸田的 那个事情 我就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有人说岸田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